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 我们该如何区分神秘主义 还是个人真实的属灵经历呢 那有关神秘主义跟属灵经历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要素 是都有神秘的成分 因为神是个灵 没有人能够参透上帝 然后我们看到摩西他颁布十佳命之后 他哀尽那在幽暗之中的神 圣经是这样讲 那么神秘主义主要是强调 人能够没有主览 很直接的 甚至用很清晰的话语 能够听到神对他们说话 所以在神秘主义就运作的人 常常会说圣灵感动他 神对他说什么东西 那么属灵经历是另外一个 属灵经历是 我们信了神的话 神可靠 无物的话之后 神的话 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真理的圣灵 借着我们所信所明白的感动我们 那么常常强调或者提倡神秘经历的人 他们就会说 不是你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在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感动 有时候神是很无限的 那比如说 有时候呢 我们去一个地方 或者跟这个人讲一句话 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或者有些人他们对圣经的话 还不是很了解 那神能够很超自然的 超出他所懂的圣经的话 来感动他 能不能呢 可以 神绝对能够这样做 但是一个人呢 如果他的信仰经历里面 一直处在只有这样经历神 然后也这样的追求 那就是神秘主义 所以我不反对有神秘的经历 而且这个经历呢 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反而你越认识神的话的时候 越要减少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 我没有这个奉献的概念 十一奉献啊 感恩奉献 没有这些概念 有一次我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呢 那我听了信息之后 非常感动 然后我心里面 神就感动我 现在把口袋里面 全部的钱拿出来奉献 我实在是这样做的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股平安 喜乐 那么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 很喜欢那种感动 就神感动我做的 所以 然后我就继续 每次有这样的感动 我就才这样做 但是久而久之怎样呢 久而久之呢 你就发现了这种感动不是常来的 那然后没有感动的时候我就不奉献 那那一直到我对十一奉献 感恩奉献 宣教奉献 这些东西我多理解 这方面的真理多理解之后呢 那有时候没有感动 但是还是按着神所说的就这样做的 那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感动 按着主怎么说就怎么做那时候呢 但是呢 渐渐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那因为你顺服了 然后顺服的平安喜乐领到你了 然后久而久之呢 你这样顺服的时候 你的信仰就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稳扎 然后你也发现 好像我现在开始用钱比较节制 比较有智慧 为什么 因为我遵照了神的话 所以神的应许呢 是借着我顺服的这些过程当中 我渐渐经历了 我在我的心中经历了 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经历 你信了神的话之后 然后你遵照神的话 而行那个很丰厚的属灵的经历来 然后以后呢 不但是在奉献用钱 各方面 对钱财方面的 有一些的透视力 看待 或者钱财是不是 就不劳而获而来的 这些 你马上有一个判断力 那是你心里面 有无限的感动 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这些是真实的属灵经历而来 所以我不排除 有些刚信主的人 还对神的话不太了解 他们有时候 特别得到一些感动而行 但是绝对不能出牛 在这样的感动而已 我们还是要回归圣经 违归那可靠无物的神的话 那这样是最健康的信仰 对 那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些是讲到一字四方 那这位自己就问到说 这些一字四方是不是心里的暗示 甚至是催眠 那你在这方面是怎么看待的 当然有一种是有很多种现象 就比如说是 现场当中 祷告有人 就是倒下 然后还有各种 不受控制的一些怪教 那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扭动 还有 还有人说 看见主耶稣了 也有在现场的 在那个特会现场的时候 会有那个金粉 撒下来 当然还有说 看见天门打开 也看见玻璃海 那还有看见天使等等 有些尸体真的也确实强调 这些是他们亲身的经历 教会很多这样的花样出现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的来源 我们人为什么会进到 有这样的光景里面 我们人本身是有能够 与灵界里面交往 交通的那个本能 因为上帝教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对 那这点上呢 当人堕落之后 我们都知道 他对神秘的东西 那灵界的东西 有那个兴趣 为什么 因为这个神秘的东西呢 要把一些超自然 或者人不能耽误到 或者人有一些 他人生当中 他发现他进到无能当中 他需要更超然的力量来帮助他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灵恩运动一起来 那然后各种属灵方面的 有一些教导 体验 经历就出现 有一些人经历了 有些人看到了 有些人就学了 然后他们自己也得到这样的灵 那其实我特别想提出的就是这个所谓牧师 Kenneth Hagen Kenneth Hagen 这个人呢 其实他 以前 他是好像灵恩第二波的人 一个很主要的人 他把特别 这个无限的圣灵的经历 那圣肖啦 还有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扑倒在地啦 然后种种的一些发出一些怪声动物的声音这样做出来啊 他的video在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特别他在1970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时候 他把这样的光景就是呈现在电视上 那全世界的人看过 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有这样的样式 所以看的时候呢 很惊讶 也很奇特 然后也学习 然后也这样教导的时候呢 就传下去了 很多人就开始做 有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的东西对教会 真的是很不健康 因为 把属灵的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用现象又显现出来 那他们身上的 他们的这些举动啊 或者发出来的声音 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呢 在属灵经历的东西呢 圣经说 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 其中一个是你要辨别诸灵 辨别诸灵的恩赐 所以你没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呢 完全用这些东西 来代表 就是圣灵出难 是很危险的 所以最近 我就看过有一些 讲到有关乌术 教会里面的乌术 我们知道 这个旧约圣经 圣经上帝警戒他的子民 你们不要行乌术 做这样的人 要从我的民中检除 因为这样的人 他会污染整个教会 整个以色列民 那现在我们明白 乌术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那如果我们大概看的话 比如说有一些人 星座啦 算命啦 或者有一些玩蝶仙 这些我们当做乌术 对不对 这乌术的东西都是 就是能够寻求一种 除了神以外 有超自然的能力 感悟力 甚至能够知道明天的事情 所以星座这些东西 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现在我们问 在这个时代 这个巫术演变成怎样 在这个时代呢 比如说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提倡 我们的想象力 正能量 正面能力 好像你想象得出 你心里所要的东西 都在上帝里面 只要你想象得出 你要的一个房子 车子 你要的配偶 这一切都在上帝里面 其实你问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人的私欲来的 私欲 私欲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迹长成 就生出死来 所以这种 我说巫术性的 这种教导 就纠约是实际的 像扫罗王 就找行邪术的 叫撒母尔起来 那个绝对不是撒母尔 那个一定是 这个杰林的化身来的 那现在在新约里面 这种超自然的想象力 那种你自己里面 想要的东西 你一直想象 那会实现出来 那这种东西呢 是 我都说了 人有这个本能 能够连接与灵界 那他用强大的一个意志力 专注力 然后用自己的私欲 来要取得这些东西 那什么东西 那什么灵带来了 这些他的好处 有时候他忽然得到感悟 或者知道明天的事 或者忽然间有一个预言 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些都是人没有回到神的话 有慢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生活当中 也追求能力 追求感悟 那然后这个当中呢 他们就得到种种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有些人说牧师你这样讲 你是不是在攻击灵恩派教会呢 因为这些东西在灵恩派教会 其实我教会有很多灵恩派的击凶几名 但是我要讲的灵恩有时候呢 一个要谨慎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追求属灵经历里面 他们没有止境 没有局限的 然后来接受各种属灵的经历 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 这种是会污染整个教会间 我就这样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